大家好,今天是11月2号,差不多上午10点钟左右,我在上海浦东开市客 那么10月份我们知道一些菜价是经历了一轮上涨,可能有季节性的原因 那么到11月,上海这边的这个价格是否降下来了,还是继续上涨呢 那今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边的开市客里面的商品价格 包括牛肉啊,蛋类啊,牛奶啊,和一些可能的食品啊,一些东西的上心啊 看看有没有它里面的价格怎么样 走,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 现在上午10点钟啊,人是陆续增多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天气也还不错 营业时间啊,9点到21点 嗯,大多数人都是开车过来的啊,从这个底下进来 然后我们来辆车 好,那我们现在进来了啊 我们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货架,卖些什么东西 现在是,呃 为冬季商品的促销啊,做准备,这边的一些电热毯呢 看一下啊,199元啊,一件 这边的一个,呃 呃,毛毯,149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羊毛东背啊,298 看一下啊,刚开门啊,结账台,人并不是很多啊 陆续人会增多,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吃的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这边人是慢慢增多了,食品区人不少的 牛肉干,139块9每袋 480克 鱿鱼丝啊,69块9,600克 这个是圆切的烘烤的牛肉啊 这个多重啊,119,300克 这个是剥皮的软糖啊 31块9每袋啊,这个1000克 这个应该是新品吧 香脆,炸虾头啊,这个虾头 59块9 这个是泰国的 70克乘以4大袋 这个是原产泰国的东云宫薯片啊 69克乘以6袋 63块9 这个是品克薯片啊 乳酪 洋葱味,19克乘以30袋 62块9 马来西亚产 这个之前好像也没有看到过 大蒜黄油虾味脆米 59块9 是韩国的 490克 这个是贝贝新干脆面 75克乘以15袋 88块9 产地日本的 这个之前也没有见到过 酱烧紫菜味 饭团啊 这个米饼 46块9 日本的 62克乘以4代 好 我们来看一下衣服区 它的衣服区有时候还蛮实惠的啊 现在都是上的这种秋冬装啊 这个皮 呃 这个是799 表面是羊皮的东西啊 这个羊皮的话应该是蛮真的 975 这个应该都是蛮真的 这里面买东西比较放心一点 看一下这边的女士的 这个皮牙克875块9 反正在这边买衣服啊就买一个放心吧 呃 基本上都是真东西啊 然后现在很多人在挑衣服 秋冬季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衣服怎么卖的 南式修衔服 这长衫的75块9 圆顶的长袖毛衣139块9 呃 399的牛仔的 还有这个呃 莲蓉的啊 这边羽绒服也上新了 上新了 我们来看一下 羽绒马甲 这边南式的羽绒背心 马甲啊 125算是很划算了啊 这个羽绒 所以很多人在这边挑啊 好 我们去看一下食品区吧 前面人已经有不少了 他们把酒类区这个现在放在这边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哦 这个是 什么东西啊 呃 白鹅绒背心啊 看一下这个多少钱 100 1224 白鹅绒的 这是买的这个南瓜啊 万圣节南瓜 现在应该是促销产品了 19块9一个 呃 然后这个是加配的奇异果 219啊 之前这边有这个羊城湖大闸蟹去啊 现在不见了 呃 冰糖梨 那是冰糖梨 看一下 79一箱 一箱是3.2千克啊 哇 这么大 五个 哇 这边都是水果区啊 水果区这边都有试吃的 我们来看一下水果区怎么卖的 新奇事澳洲秘菊 39块9一袋 2.27千克 今年这个阳光玫瑰 很便宜啊 1.5千克 39块9一箱啊 小花糯玉米 1.5千克 46块9 菲律宾香蕉 13块9 1.2千克 这个是泰国的叫一开椰啊 59块8 帮你处理好的 6颗 59块8 金糯米薯 1.3千克 29块9 这边还有试吃的 生姜 36块5 1.36千克 这个质量还可以啊 大蒜 20块8 1千克 迷你小冬瓜 2千克 10块9 土豆啊 4千克 23块6 洋葱 洋葱 14块8 3千克啊 这个洋葱 份量还蛮大 哎呦 买了很多啊 鸡蛋 鱼头 人参果 49块9 1.5千克啊 百香果 37块8 1.2千克 这个是 这个季节是 柿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啊 富有市1.8千克 45块9 这个柿子里面应该有十几个吧 三材小番茄 31块8 1千克 小田市 600克 两盒 23块9 哦 这个柚子啊 也是吃柚子季节啊 红肉蜜柚 29块9 三千克啊 两个 红美人啊 这个应该是橙子吧 59块9 这个季节还有这个桃子啊 金秋甜桃 49块9 两千克 走 我们现在进冷库看一下蔬菜的价格啊 有没有降下来一点点 哎呦 好冷 罗马生菜心 29块9 一袋 1.2千克 西班牙生菜 800克 9块9 一袋 娃娃菜 800克 9块8 一袋 菜心卖得很好啊 1000克 9块9 一袋 同蒿 600克 15块9 一袋 油麦菜 800克 13块9 一袋 上海青 600克 11块8 共港豆苗 500克 29块9 共港奶白菜 13块9 600克 菠菜 600克 18块9 共港的酒黄 500克 13块9 共港的茄子 750克 19块9 水果秋葵 800克 17块9 松花菜 800克 13块8 西兰花 130克 1000克 17块8 荷兰豆 600克 19块9 四季豆 750克 18块9 螺丝椒 这个辣椒 感觉还比较辣 1000克 16块9 西芹 1000克 13块9 黄瓜 1.2千克 13块4 水果黄瓜 1000克 18块9 莲藕 1000克 17块8 去皮的这个玉奶 32块6 一袋 1000克 胶白 1000克 19块9 胡萝卜 1.2千克 10块9 白蘑菇 460克 10块5毛 看一下这个是一颗的特大蓝莓 510克 94块9 芒果 青条 鲜切的 33块9 600克 这个什么 16 它把你弄成这个包装了 29块9 230克 两杯 这边还有菠萝蜜 鲜切的 129块9 一盒 鲜切的这个榴莲 榴莲肉 139块8 8一盒 菠萝块 36块6 750克 这边到了吃甘蔗的季节 1000克 22块9 黑莓 49块9 340克 这边的一个树莓 是46块9 340克 好了 我们从冷库里出来 看一下这边的糕点 蛋糕 有没有什么新品 这边差不多 一个蛋糕 99 临村的巧克力 也是99 意大利慕斯 89 这边 蓝莓巧克力 89 抹茶卡什达 9个 74块9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新的 就是一些经典款式 再来看一下这边 已经人越来越多了 那边买牛肉的人 更多 海苔肉松 这个巧背蛋糕 54块9 6个 这个是经典的瑞士卷 58块9 一份 这个南瓜派 应该是新的 为万圣节准备的 但是万圣节已经过了 所以是卖47块9 一份 这边这个扇丝 74块9 一盒 还有港湾贝 21块9 这边是乳山生蚝 47块8 6个 海螺片 49块9 450克 这边是火箭鱿鱼 45块9 650克 香肠丹麦面包 9个 69块9 这个是 好像是新的 肉桂 碧根果 黄油蛋糕 59块9 一份 这里面有12个 澳大利亚黑虎虾 184块9 一份的话是 10 应该是有500克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三文鱼 129块9 每千克 这样是他给你分的 这个鱼排的话 就是139块6 这样一份的话 166 一样的 卖这种冰鲜的海胆 179块9 一盒 然后这边是一个组合 贝类的组合 85块9 一盒 这边切好的这个三文鱼 199块 一盒 600克 看一下这个北极田虾 59块9 一组 98克 乘以两盒 这边刺身拼盘 有很多人会买着吃的 我们看一下 它有三文鱼 大木 北极贝 阿根廷红虾 179块9 一盒 这边买鱼 然后买牛肉 那边是买牛肉的 看一下这边的这个鲍鱼 这鲍鱼还是个头蛮大的 129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是160多 这个是三文鱼排 最贵的部分 239块6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大约300块钱 它现在把这个猪排放在猪肋排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但这个价格比之前贵了不少 这个是猪梅花肉85块9每包 这边的猪排是82块9每千克 最初的时候我记得有卖过59啊 65 现在是82 当然它的那个品牌方可能换了不一样啊 这边一盒 这边一盒的话150 一百三 一百六 夏天过去了 那这个龙虾尾还在卖啊 86块9每袋 一袋的话 一千克 这个是银银鱼切身 三百六十五块8每件啊 一件是一千克 多春鱼八百克 49块9一盒 然后这边是东海的鲧鱼啊 148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啊 也没有一千克 一百出头 然后这边是东海的小黄鱼 79块9每千克 一盒的话是70左右 千岛湖的鱼头 99块9每千克啊 这样一个鱼头 100出头左右 这是千岛湖的这个鲁鱼啊 63块9每千克啊 这样一盒两条50多块钱 千岛湖的白水鱼 5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两条60左右 单地鱼 6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也60块钱 刚好一千克啊 这边周山的大黄鱼 16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200 这买的都是 还是比较实惠的啊 试吃啊 这个鸡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普通的猪肉 怎么卖的 这个猪蹄 48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是47块3 这边的话是 带类的猪五花啊 59块6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100出头 猪里脊 49块8 这样一盒的话70多 切片的猪大牌 3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50左右 去皮的鸡大胸 28块9每袋啊 看到还是蛮多人买这个鸡大胸肉的 2.6千克 2.6千克 很划算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牛肉去怎么卖的啊 这个是美国的眼肉牛排 229块9每千克 现在做活动啊 减20 209块9每千克 这样一份的话 大约300出头的样子 这个是美国牛上脑的烧肉片 119块9每千克啊 这样一份的话200出头的位置 这边是牛小排烧烤片啊 精选的 36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400出头了啊 花纹还是不错的 这是美国稀冷烧烤片 现在优惠啊 每公斤减20 20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也是200多 美国的板件烧烤片 14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200左右 美国的牛蹄筋 1000克 99块9每盒 牛类条的真空包装 17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300多啊 也有200多的 这边是澳洲 和牛眼肉牛排啊 牛肉都打折 现在好像 这边599块9每千克啊 这边花纹应该是算品质比较高的 一盒的话 一块啊 200多 这和牛的稀冷啊 59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300多 接近400的样子 这是澳洲的菲利啊 41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也是300出头 澳洲的眼肉牛排 279块9每千克 这样一盒 400啊 三块 这是澳洲的稀冷牛排啊 229块9 一盒的话 300出头啊 有5块左右 眼肉牛排的薄切 219块9 219块9每千克 一盒的话 277 澳洲的沙朗牛排啊 179块9 每千克 这一盒的话是将近300了 那这边是牛小排的烧烤片 499块9 499块9每千克 这花纹很漂亮 对不对 这样一盒的话 400多 这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牛豚肉啊 炒肉片 99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100出头一点啊 当然有些人会来买这个牛铃的切块啊 99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也是100出头啊 150左右的样子 这个是安格斯的冰鲜牛肉饼啊 119块9 每盒 一盒里面是有12个 呃 1.68千克 安格斯的牛肉串啊 119块9 每盒 910克 这边的话 他把你都搞成真空包装了 澳洲的牛类条啊 219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也是300出头的样子 澳洲的板件真空包装 179块9 每千克啊 这样一盒的话 估摸着也要个400多啊 量比较大 这个是牛腱的真空包装 牛腱 119块9 每千克 古四的啊 150天 这样一盒的话 是要700多啊 法牌 149块9 这样一盒的话啊 要个200出头的样子 这个是 羊肉串 129块9 每盒啊 910克 这边是羊式剑子肉 119 1000克 这个是纯羊羔羔肉了 109块9 每盒 1000克 羊腹肉啊 99块9 一盒 600克 羊肋排啊 115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大家因为就是100出头了 那边还有新商品 去看一下这个新商品是怎么卖的 黄油味增烧 售喜烧 54块9啊 嗯 这样一盒 这边是新商品啊 叫赤丸 豚肉拉面啊 然后这边是49块9 1000克 这一盒的话是76 山黑猪肉香肠 89块9 1000克 这样一盒的话是70多 这边是腌制的黄油鸡翅 64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70多啊 一斤左右 韩式的这个酱烟牛仔骨 219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270多 这边也是韩式的啊 韩式的五花肉 59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差不多就是一斤啊 这个是义式的 米蝶香烤羊排 99块9 1000克 这样一盒的话 100 买了好多牛奶 鸡蛋啊 都是比较实惠的 哇 人越来越多了 到处都有试吃的 鸡腿 德式猪肘 我们来看一下 德式猪肘 81块9 每千克 这样一盒的话 100出头啊 里面还有这个白菜啊 看一下啊 哇 这个烤这个鸡大腿 79块9啊 里面有8个 这个很诱人啊 四川的香辣鸡翅 75块9 每千克啊 这样一盒的话 大约就是1000克了 然后这个也是烤鸡腿啊 这边烤鸡 39块8 从来没变过 走 我们去看一下鸡蛋和牛奶的价格 这个上面是鲜皮蛋啊 这个皮蛋 颜色是白色的 29块9一盒 冷库里面 我们看一下牛奶 这个牛奶价格一直都没怎么变啊 47块8 这边鸡蛋啊 上次不是说这个出口的鸡蛋 好像检测出了那个 抗生素还什么啊 好像并不太准确啊 这边都是标的无矿的鸡蛋 这个价格的话 比如说这个无矿的 24块1 每盒 那边稍便宜一点的 19块9 每盒 也是 就是无矿啊 这个贵一点是黄天鹅的 可生食的 40枚啊 85块9每盒 哦呦这个 俄式酸黄瓜 现在真的是很便宜啊 之前的话44块9 这边一瓶的话 只要29块9一瓶 看来很多人不适合啊 不喜欢这种口味 这一盒的话是1.55千克 哎 转一圈结账的人不少 好了 今天的开市客 这个商品的价格就在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觉得是贵还是便宜呢 是涨了还是跌了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